在心心病通过之后 是不是有人想要阻拦呢 因为就这么巧 在这个时候有周刊爆出 最近监察院跟台北地检署 都收到了检举信 指控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 涉嫌掏空台新金 不过台新回应 这是严重污蔑会提告 台新金和新光金临时股东会 在10月9号分别通过并购案 现在只剩金管会和公平会 点头拍板就能定案 不过台面上看似顺遂 底下却波涛汹涌 最近据传北检和监察院 都收到不少投诉 针对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 过去涉嫌掏空台新金的问题 希望能冲启调查 金控并购最难闯的那关一过 现在却这么巧合 有周刊指出近期监察院 和台北地检署都收到检举信 有人指控吴东亮 2013年利用经贸联网公司 取得台新信用卡信统标案 超过30亿元 涉嫌掏空公司资产 甚至金管会当年还重罚 台新赢600万元 那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突然之间地检署 跟监察院又同时收到检举信 而且希望可以重启 这全案的一个调查 有新人士故意在用这样子的旧文 那企图要阻止新新病 真的是居心捧测 不过台新金控最新回应 行政财阀主要是针对信用卡业务 资讯风险管控等问题 和经贸联网公司并无不当业务关系 对于严重污蔑将采取法律行动 而这边吴东亮就是被重提 另一方面还有新光金工会要解决 16号就要找金管会谈合并后的员工诉求 我们也不是做一味的要去反对 或者是激进这样子去抗争 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 能够促进劳斯的和谐 那达成就是员工跟两边金控 这边可以三赢的局面 主要针对优离优退方案 以及对留任的员工要提出实质保障 工会理事长也强调 不会狮子大开口漫天喊假 这次心心病要想有个完美结局 好像还有得等 东森财经的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